这几十个空间讲下来好累人 由于我们之前有比较良好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后面讲这些复杂空间 讲的也会比较快 看一下哪个问题 None Point Exception 在这个地方 忘了SetContent 再来 这些空间其实都是一里通百里名的 只要是WB你就知道 就是那三步 反而就是我看很多书上 它没有这样规纳 很多人就一个个空间 一个个空间 你写作了就乱了 所以这里头其实还是要找思路 OK我们漂亮的效果出来了 看到没有 可以拖动了 点一个 就出现了 第四个 怎么样 是不是不错啊 而且我这里是没法滑动 你在你手机上面是可以用手指去滑动的 当然这个时候这个图片有点丑啊 你还可以做一些润色 对不对 包括设置他们的间距 对不对 这个就大家自己来考虑就行了 设置他们那个layout 那个params就可以了 不错 那么好 有了这个东西 我似乎还少了一点什么内容 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讲到的 我们待会在后面 马上就会跟大家讲到 我就连着来讲吧 我们就要讲我们的这个transaction 转换转换的这个lay 那么transaction 我们最基本的是适合的转换 什么叫转换呢 我们以前是不是见过 在这上头放一个按 放一个图 然后这儿下面放两个按钮 这样点一下上一张 这样点一下下一张 这个图再切换 而且还有一个键路键出的这个效果 上面这个图片 就是我们的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imagining switcher 图片切换 那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没什么意义 你用个imag也可以做 用个imag view也可以做 无非就加一下 切换的动画效果而已 对不对 那么我们更多的时候 会怎么样来配合 下面放一个gallery 上面放一个imag switcher 是不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下面点中了 上面就来进行切换 对不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实际上 无论是imag switcher也好 还是text switcher也好 我们实际上用的是不是都是view啊 所以他们最基本的类是view switcher 最基本的类是view switcher 好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现在先来 正好讲到gallery 我们就连带的来讲一下 我们把这个gallery带我放下的去 有没有呢 imag switcher 没有 搜一下 图片切换啊 它的继托关系 要继托于一个view animal 就是我们的视图动画 说白了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film film layout 就是一张 只不过在下头加了一个这个 让它有一个动画效果 那么实际上我们也可以做 就好像我们当时看那个launcher 还记彼的 launcher里头就加了一个什么 drag拖动的那么一个layout 因为它自己写了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效果 imagine switcher 重点我们看几个 属性啊 方法什么的 我们看一下 这个设置图片吧 跟我们的普通的那个图片设置 没什么区别啊 这里头没有什么内容啊 没有内容 我们就猜想啊 是怎么回事 第一 它真的没加什么内容 第二 是不是有可能是在他爸那 想象一下 复杂的方法 是不是都在他爸那去 那当然就找他爸了 view switch 一来我们就看到 要有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要叫view factory 我们需要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接口 继续看 这是它的构造函数 add view 得到下一张view 这也是构造 reset 这有个我们没见过的方法 叫set factory 设置这个factory 能建立两个view 能建立两个view 来进行切换 我们就知道了 必须要有它 如果没有它怎么办呢 我们先来尝试一下 好 我们现在知道了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想象我们怎么来做 第一 我先把它挪到下头去 那个layout layout layout 在它上面 我们给它加一个 再加一个过渡效果的 叫emess switch 直接输了 或者我不这样子用 我先给它加个laner layout 这搞的 直接输吧 laner layout 把这个给它放上去 明明空间给它放上去 这个放在里面 在它上面 我们再加一个 imagine switch 给它 这里看有哪些属性 这有一个进入的动画 看到没有 设上吧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代码去设 这里我们也可以直接设上 我们用键入 再设一个动画 给它设成键出 这只是用系统的 因为我们还没有学自己怎么样去 去写动画 看还有什么属性 Forground 这些都差不多 这些好像都差不多 然后我们给它定义宽高 Layout Wise Fill Parent 我们上面这个别给它忘了 Fill Parent 我们随着这个工具的越来越好用 我不要求大家非要自己去敲 但是该你敲的时候 你还是要会敲 Orientation 给它设置成数垂直的方向 好 然后这个的Fill Parent Fill Parent 给它设好了吗 两个 设了一个 这就不是Fill 我再给它让它在中间显示 Center 水平中间就可以了 好 好 那么 我们在这也给它放上一张图 看一下效果 能不能给它放一张图呢 先给它放一张 这个我们更改一下 更改一下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高度 位置 或者用 我看 没有 射成0.5 变成原来高度的一半 这就是上面我们的图片 这个下面切换 要不我给它缩成 直接给它缩成这个样子 上面这个再拉大一点 这种方式 好 反正我们证明到它的这样一个布局了 反而这个图片 我又 我就不需要了 我刚刚设置的这个Background 我也不要了 待会我要动态去设置它 好 这样的一个布局 我们就做好了 我还忘了一点 是吧 忘了给它加个ID了 加上ID Imagine Switcher OK 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第一 我是要让它一显示的时候 当显示的时候就要去加载一张图 对不对 那么从哪张图加载呢 从这儿加载 为了控制它们的一个加载 我再给它做一个所以 将才当前加到哪一个地方了 我给它建立一个所以 还是有必要的 对吧 Mindex吧 从零开始 这是它的一个所以 FindView ByID R.ID.Image Switcher Image Switcher Image Switcher Image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写个工具 以后这种是体力活的东西 最好就不要敲了 提升一下ADT这个插件的功能 敲这么多体力活的东西 直接映射上 SetImage 我们刚刚看到 SetImage就是Source 就这些Source 我就可以直接用M Image 取我们的这个index 对不对 这样子一种方式 我们就知道 它已经设置上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吧 但这个地方 我们 没想到待会儿 我们会看到 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少一点什么 想一想 好 我就这样设置 以后呢 我每次 点击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 我都去 夹切换一下 对不对 那上头的这个图片 是不是夹切换一下 那怎么来做呢 当然继续捨射了 SetImage 还是用它 Mindex 但这里稍微有一点区别 这里稍微有一点区别 就是我每次都要 递增一下 对吧 这表示下一张嘛 每次 或者叫不递增吧 而是你选到哪张 我就哪一张 没有 这个不是Next 我这就应该用 当前的这个Predition 把这个Predition 这个值传进去 我把它放在上面 希望能看得懂 看不懂 说 好 这样 好 我们来看看效果 代码就洗完了 Easy 出现意外了 我们来看一下 错误在哪里呢 又是个None Point Exception 它在设置这个图片的时候 说是None Point Exception 也就是说 我们再想象一下 是不是这个图片没有啊 是个None对象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代码在哪里呢 在这 OK 这个地方是围闹 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突然想起来 想起来了 就是我们刚才明明里面 有一个叫Set Factory 一定要用到 表示去设置 它的一个容器工厂 叫仕图工厂 这用到我们一个工厂模式 设置它的一个仕图工厂 那 这个接口 我完全 我就偷着懒 我就直接让当前的这个 Activity来去实现这个接口 我们看一下这个接口的方法 好 这个接口的方法 其实就这一个 叫Make View 返回一个View 那我们就猜想一下 我们当前的这个 Image Switcher 它要返回的是个什么 是不是就是一个Image View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给它进行一个工厂化 要给它进行一个工厂化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做的就是 给它返回一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Image View 那我简单一点 我就直接一个Image View 看管不管用 这样子 意思就是 我们上到这个地方 是一个 假想一下 上的不是我们的Image Switcher 实际上它只是个容器 它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 它只是一个调度者 那么它里头的 View的这个容器 叫承载的容器 是个Image View 我们是需要通过 Set Factory 来实现的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原代码 我就没搞明白 这Set Factory 有什么作用 而且 莫名其妙地 串出来的 按照我们的设计 你就不应该 你默认地 给我们来一个Image View 就可以了 看一下原代码 正好看到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et Factory 用了一个Obey View 我这是一路路跟踪的 最后 还是要跟踪到 View Switcher 它的这个复类 Obey View里面 看到没有 这样add了一个View 看到了没有 所以实际上 它构造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并没有去添加一个View 在WeView的时候 才去add 这样我们就大概明白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好 我来切换一下 点一下 不错 多换几个 点一下 这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吧 非常酷的一个小程序 好 那么大家下来 可以自己去配合的 去做一些实现 这个我就 我就不说了 关键 在于出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 需要大家去掌握 实际上 我刚开始 我用的时候 我也没去看Set Factory 我认为 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空间 我理所当然的 我就想 就应该这么用 最后一用了 一看 怎么是numpoint呢 然后我后来 才想到 它这里头是不是会有一些别的方法 后来我去找 找到Set Factory 这样子 这样你的记忆会更加深刻 没有必要去死尽被 一定要Set Factory 没有必要 我估计 这个东西你三个礼拜过后 你不用 可能你就忘了 这个Set Factory 这个方法 但是没事 你到时候用的时候 按照你的一种关键 所以去思考 遇到问题了 就回向前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View Switcher 以及我们的 我们的Gallery的一个配合使用 那么在这个地方注意到 我们它的一个切换效果 我们点张图 看一下效果 有没有淡入淡出的效果 是不是有的 当然我们将来如果更牛了 我们可以 我们学会怎么去画动画了 我们就可以让它什么摆 那个摆叶窗效果 消失 摆叶窗效果再进来 不是为了 那是你自己去做 做着动画而已 对吧 指定一个动画文件嘛 好 哎呀 今天紧感慢感 还是